玩CS龙珠的都应该知道 CS龙珠ESF1.3 FIMO咱们等了很久很久 从2010年的官方就发布了宣传片 直到今日2019年已经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不过今天我在朋友的通知下 得知了非官方的网站上面出现了这款游戏的下载地址 不过这款游戏在这里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板块 我是建立在半条命2019年1月的一条贴纸上 可以证明这款游戏应该是一个泄漏的beta版本 游戏也是成功下载了 不过奇怪的是 我把文件里面可以打开的应用程序都打开了个遍 结果还是显示不是有效程序 难道这只是一个标题档的片下载链吗 对了 CS龙珠也是模组 都是建立在半条命上的模组 那用法应该和其他半条命模组差不了多少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纯净版的半条命一代 文件不能添加或修改过任何东西 然后把下载来的全部文件覆盖到半条命里面 再就是把以下文件里面的HL.D11文件覆盖到游戏本体上 最后就是修改启动向 在启动向属性加入 空格-gam-gam-控格-加游戏程序名 不出意外应该就是弄好了 好 我们打开游戏 游戏成功的打开后 一张唯美的游戏切图出现在我们眼前 游戏菜单也终于不同于其他版本的菜单 使用了白色简约字体呈现 在这个泄漏的游戏版本里面一共有9个知名人物 不过很可惜 每个人的变身形态大部分都维持在杀鲁的第一形态前的时间线 也就是说杀鲁只有第一形态 所有撒亚人也只能变到超赛1阶段 唯一拥有全形态的也就是弗力杀了 不过弗力杀的第右形态也是没有的 更恶心的在后面 现在这款游戏选择人物就会崩溃 也就是弹机 不过还是有其他方法的 那就是通过观察者模式进入游戏 有网友纷纷猜测官方在开发过程中 在游戏里面使用了大量的控制台指令 包括选人和AI行为 因为这个版本的菜单选项官方没有把人物全部做好 提前就放出来了菜单的选项出现了乱码 所以选人会崩溃是因为没有做好菜单项的原因 玩过CS玩家的都应该知道 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加入机器人 简称BOT指令 也就是说在观察者模式下 我们可以通过BOT指令加入玩家和AI机器人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跨越菜单直接进行战斗 不过指令是什么呢 其实前段时间官方是曾经直播过游戏演示的 他在某次直播中也确确实实使用了很多指令 不过录播片段实在很模糊 国内外网友也在研究中 那是不是就证明玩到这游戏的可能性就很低呢 以下代表的是个人观点 前面也说了 这是一个来自2019年1月9日的贴纸 但游戏内的文件统一修改日期是3月14日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翻新日志 前后后整整差了10个月 真相只有一个 没错 我觉得这个公布者就是游戏工作室里的人 这个泄漏版在公布之前是被修改过的 而修改的内容则是选择人物菜单的某个隐藏文件 我怀疑这个泄漏版就是官方故意泄漏的 为的就是准备到来的正式版提热度 因为国外那边因为这个泄漏版很多老玩家都纷纷回归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大概可能玩到这款游戏不用等太久了 虽然说这只是一个泄漏版 不过十多年过去了 这款游戏总算是有可以玩到的影子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这游戏有后续的资讯 我会第一时间公布 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麻烦点个赞 还有收藏一波 我是艾仔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